好,我們錄了MC,上課應該沒有講 但是講一條MC實在太浪費了很多的時間 這裡只是partial,即是很少部分的MC 之後就會全部打給你們 其實都已經手頭有,不過想收拾一些format 才給你們,都不急的 因為最重要是你集中搞定LongQuest 我們就先看手頭上這一堆MC 我們先看一看,第一個 下列是誰應該包在GDP裏面的 立一立看它到底有沒有負責唇 當然,如果前面的個案 你肯記一記的話,就知道一定是A A就是Estimate Rental Value of Owner Occupied Property 即是你自住的物業 你已經買了,但是它估計的租值 它就當你是業主,你就租回自己 所以它就算在GDP裏面的 政府的文件上就是這樣 因為它覺得房子你買了 其實在市場上有一個租借的價值 那應該要計算下去,對社會有一個負責 所以就不會放在Consumption那裡 只不過現在,你的Consumption就變成公樓 就不是交租金,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借貸服務,沒有Production,Transfer of Wealth 每個大學生都借貸的 然後再下去就是一些Exchange Fund Builds 但是你要看清楚,這個是Pay to Foreign Investors 我們的interest我們給別人 但是這個Foreign Investor 他賺回來的錢 這個不是Local的Resident Producing Unit 他真的寫明他是外國人 他可能在網上按香港的錢 然後他賺了interest 這一條題目,你不保證他是不是香港公司請他 在這樣的篩選的情況下 選擇最好的答案 一定不可以選擇這個 所以他就不屬於Local的Resident Producing Unit 所以你不可以選擇 再下去就是股票升值 那Capital Gain 沒有獲得順利,這樣就不算下去 篩選下就應該算A 誰不算下去GDP的 那我們又看看 還loans 或者是銀行給loans 那就是從A到B 沒有production 前面有教過 提示 那提示的話 你做Bellboy幫人開門 開門 當然有production在裡面 計一計 Service Charge 或者家一服務 出去吃餐廳 應該都有吃過的 所以你們 例如50元 其實有些外面收家的 你最終買單要55元 那他可能幫你斟茶遞水 那然後 主要都是斟茶遞水的費用 那所以會收回Service Charge 那跟著 Local的這些小販 那賺回來的income 這個看清楚 Self-Employed Person 是屬於香港的RPU 書裡面都有教過你的 那因為他是常設在香港 提供一些economic interest 那以往他是有牌照去申請的 那所以你不要看到 小販一定是沒有牌的 不是 不是 例如你在街邊檔 不過 沙田這邊是不是已經很少了 街邊檔的話 你會看到炒栗子的那些檔 那些全部都有牌照 現在只剩幾檔 其實是有牌照的 那所以income return 那就是returns for entrepreneur 那當然有機會都是打工仔的 那個小販 不一定他是老闆來的 不過多數都是要有牌照的那個人 才可以做 那所以通常他都是那個老闆 那第三條 又是哪一個不包在GDP 你又是掃下去 買賣二手車中間 那個car agent 賺的profit car agent 他有負責是提供個reselling的service 他撮合到buy and sell 兩個邊的人 那所以有service 這個會計的 叫下去 insurance premium 前面教了你了 保單的那個保費 以備不時之需 所以是要計算GDP 然後維修這個汽車服務的人 賺回來的錢 除了用production之外 另一個你可以選擇 return of labor income approach 那邊都是會計算 誰不計算 惡發生意外賠錢 translograph 不計算 第四這個誰包在GDP 那些we care education 不好意思 沙士年度 對你們有點遠 03 那又是education funds 就是fund raising 那不計算的 transfer 沙士失去雙親的人 那些捐錢給他 那不會計算A去B的手上 跟著 賣自己的二手書給他的classmate 那他收回來的錢 那這個也是本書 由A手轉到B手 那不計算 沒有production 那你問我選不選得 這個有少少灰色 灰色地帶 那因為他收 他確實是有生意頭 他可能mark up了收多一點 那你所以就要wait 要等到有一個best answer 那如果有一個比較好的 你要選那個 那再下去就賣bonds bonds issuing bonds 我想你都清楚 學過book tool 什麼叫bonds bonds是一張債券 一張證明書 證明我現在借了你的錢 定期我還給你 那所以 他issue bonds 之後收回來的錢 其實是 那些人借錢給他 那些 bondholders 就是creditors 所以沒有production 再下去就是 中原地產經紀 賺到的錢 就是他提供一個 賣樓的service 那寫到這樣 不是不選你了 那當然是B 那不是C 那第四 五六 第五條 小心 為何突然加上年份 肯定有福 那看一看年份 哪個包進去2005年的GDP ok 存錢 存錢當然不關事 你存錢 存錢 saving account 存完你沒有用過 那就沒有service提供 不是 存錢也是提供service 不是的 你只不過是把錢放在銀行裡面 他只是說那筆錢 他沒有說那些generator 出來的interest income 所以不行 跟著 買股董的那些價錢 沒有 你就算說 他升價都是capital gain 都不會計 類似縱援transfer of payment 不計 好 生產了那些小麥出來 那一年生產的 currently produce 但是雖然他沒有賣 那一年生產 那一年就算了 ok 等等 所以答案D 同樣的道理 07年下一個 哇 DSE又翻炒 整個14年 問你誰應該算到14年 你看到套路一樣的 transfer of payment 只不過轉了個case 是這個老人金 好 起了的房子 13年起的 有一點點不同 他今次這個是寫法 是一上年起的 但是今年才賣 當然不算 不要玩 那些同學如果做慣了 他以前做這個D 看到這些 然後他就中了 所以錯了 然後再下就是 rental income 其實應該算的 但是什麼 喂 大哥 加拿大的物業 都不是香港物業 就算你是香港人 generate 都沒有用的 因為這一個 不是屬於香港境內 賺回來的錢 那不會算下 GDP GDP一定是看 local 的一些機構 或者是自負融資 所ring出來的contribution 這個都不是在香港境內 帶出來的contribution 不看 賣二手袋的那些 人工 return of labor 這個就算了 C 大約六個MC 那最基本到底 什麼叫GDP 已經數了 那我們後面再下去 繼續說 好 如果太累了 就stop 然後先休息一下 再見